今天是97年12月13日 美威要分享给各位好朋友的是 神的启示就是她的邀请 神会因而异给予不同的启示 而神的旨意呢 在主导文有提到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福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其实主导文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 神的旨意 也就是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呢 能够呢 了解到原来在天上 还有一位亲爱的阿爸父 而我们是带着原罪来的 就是因为 我们的耶稣 是上帝的独生子 借着耶稣的保险呢 洗净了我们的罪 才让我们能够跟亲爱的阿爸父相通 而当我们的频道如果转错了 转到了撒旦 我们知道撒旦跟耶稣呢 他是对立相对不一样的 因为撒旦呢 他是邪恶的 邪恶的世界 而耶稣他讲求的是大爱 而我们频率如果调整到耶稣 这样子的频率的话呢 就可以跟上帝相通 也就所谓的一个属灵的智慧 属灵的眼睛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习耶稣的大爱 让更多的 这些的四海之内 哪些兄弟的弟兄姊妹们 能够了解到 除了在我们这个人世间的父亲母亲之外呢 还有一个在天上创造宇宙万事万物的主子 就是我们的上帝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努力 不要忘了 罪呢 就好像一张的纸一样 如果说这张纸把门蒙住了 就看不到 所以呢 我们要将这些的罪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要悔改 才能够呢 频率转到 对的 耶稣 上帝 直达 各位好朋友 我们一起努力咯 拜拜